他容正邪两派武功于一身 却被打入人间炼狱 在生与死交织的那一刻 终于感悟了天人和医之道 大家好 我是松轩 今天讲一部由柳妍小姐姐主演的玄幻武侠片 张三丰 南宋末年 国力孱弱 敌族在西北部强势崛起 冰封直指 直奔中原 一所边防重镇的城楼上 魏将军面露凝塞 距城墙一里开外 茫茫的敌族部队四下涌来 今日一战 能否保护住城池 他没有一点信心 因为这时的朝廷早已如枯树一般 字里到外 全都烂掉了 本府的太守 支州们更是毫无作为 只知道贪图享乐 勾敛钱财 魏将军多次提出整顿励志 复明强军的建议 却如石沉大海 起不到半点波澜 他的心已经凉透了 与此同时 他也看到了一个宝贵的契机 南宋帝国已经不行了 放眼天下 谁才是能够取代他 使其重振国锋的那个人呢 魏将军陷入了沉思 敌族的精锐 早已杀进了内城 他们的目标 并不是斩断城门的铁链 也不是直击周县抚押 这些人却奔着手无寸铁的平民杀来 他们这样做 似乎就是在引诱一个人出来 张军宝 救助在此处 他与魏将军是同年好友 每年 他都会抽出几天时间到这里看望朋友 而这次 这么巧 他碰到了战争 军宝带着小师妹前去救人 敌族人带队的是一员女将 身材健硕 曲线玲珑 武艺却也不弱 勉强可以跟军宝走上几个回合 然而 就在二人穿插而过的时候 军宝的身体 却被一股奇怪的力量牵引了一下 向右边移动了半尺 敌族女子趁机自他腰间 偷出了一个袋子 原来 敌族人这次大举进攻是假 目的就是引出张军宝前来救人 而这个袋子里的东西 才是他们想要拿到的 如今大功告成 敌族王子一声令下 全军急速后退 没一会便走了个干净 可已经进城的几个人 被军宝缠住 无法脱身 情急之下 两个敌族武士 偷袭了军宝的小师妹 以其作为人质 向城南郊外盾去 军宝一路狂追 几人越行越远 渐渐进入山林 突然 脚下的土地一阵抖动 好像地底有什么东西 正在快速爬行 猛然间 在敌族武士身前 裂开了一个大洞 一只七八丈长的大虫子 一窜而出 将一名贼人刁牢 拖入洞中 须于 但见衣物盔甲 自地底击事而出 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 那名武士 已经成为虫子的美食 另一名武士 直下的肝胆欲裂 把军宝的小师妹 丢在一旁 抽身就跑 可那虫子的速度 却快地出奇 一扑之下 早将它咬在口中 咕噜一声 活生生吞了下去 这时 军宝已然奔到境前 抓起小师妹 向后甩出 随即将身一纵 滑倒虫子身前 其实 它这么做 就是为了把那怪物引开 不要让它伤了师妹 军宝心中 自也是七上八下 它轻功虽说不差 但那东西 杀伤力太大 只要被它咬中 哪里还有命在 一人一虫 在林中相互追逐 时间一长 军宝内力 渐渐开始衰竭 身法也慢了许多 就在危急之时 却听山边传来 阵阵笛声 那声音绵长悠扬 甚是动听 虫子对笛声极为敏感 将身体一扭 钻入地下 军宝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水 寻声张望 却见树影婆娑之中 一女子 站在那怪物的头顶 横笛在手 双唇微土 如鲜如画 军宝从未见过 这般绝顶姿色的美女 双眼紧盯着 不由吃了 那女子倾土幽兰道 我家财儿帮你解决了 那两个外族人 你为何还缠住 他不放呢 军宝嘎巴嘎巴嘎嘎嘴 脑中全是问号 原来 这虫子 是他豢养的宠物 是一只宝残 据女子所言 他攻击的对象 也不是小师妹 如此说来 自己倒是无礼了 想到此处 军宝连忙抱拳道谢 那女子 并不拖泥带水 将那敌儿 反手拢于袖中 足尖用力 那财儿得到命令 获得将身一转 便欲离去 军宝心若神亡 不由脱口询问 那女子的名姓 却听得一缕空鸣之声 自远传来 江湖浩瀚 萍水相逢 此生未必再相见 又何必知道 军宝带着师妹回归师门 恰逢无极派 正在挑选新掌门的候选人 二代弟子之中 以二师兄武功最高 且此人手段高强 擅长拉帮结派 已经得到很多前辈长老的支持 二师兄连战连胜 眼见在无人上前挑战 于是得意洋洋的 便准备接去掌门令符 可不知何时 军宝却自屏风后 一闪而出 身为无极门首席大弟子 平日里虽说吊锒铛 只知道喝酒调笑 没点正弦 可军宝却知道 掌门责任重大 绝非常人所能承担 他自己倒从没惦记过这个位置 可二师弟年轻浮躁 无极乃中原八大门派之首 二师弟如何能带领本门领袖群伦 扶正触携呢 军宝为了能让二师弟知难而退 于是小师伸手 二人辗转腾挪 书公没守 各师绝学 没一会儿 二师弟便节节败退 竟没半点还手之力 再看军宝那边 神色自若 看样子连一半实力都没用出 二师弟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 可无极派几位德高望重的元老却面色凝重 因为他们早已看出 军宝的武功怪异冗杂 于无极内传技法之外 还夹杂着许多难以琢磨的邪派武功 原来早在十二年前 武林便已混乱不堪 这世魔娇教主魁天行 一军突起 他一边以强力手段镇压群论 一边对作恶之人实施报复 魁天行虽说替天行道 主持了正义 但下手太过残忍 引起了中原武林集体反弹 于是在无极派老掌门的带领下 中原八派联手 重创魔教 魁天行被捉后 关押于无极崖顶的密洞之中 无极老祖将负责看守的重任 交于大弟子军宝 十几年来 军宝倒也尽责尽职 没出过半点意外 可有一样 张军宝为人洒脱不羁 道义存于心中 却不在意表面的正邪之分 在他看来 魁天行本意也为了承恶扬善 只不过手段过于凶残了一些而已 他不敢违背门规私自放人 可平日里对待魁老怪 却照顾有加 三两日 便会偷偷地送上美酒一壶 陪他消遣解闷 魁天行得了他好处 时而便传授军宝两招 没想到 张军宝却是个少有的武学奇才 主班武功一点集通 一通变精 随即更是以此为根基 随意创造出新的功法 且上下贯通 正可弥补 正邪难于交融之欠缺 魁天行大惊之余 不经大喜 他倒也想看看军宝的才能 到底还有多少 于是将自身绝学逐一传授 山中日月如梭 一十二年转眼即过 军宝早已尽数学得魁天行一身本领 并与本门功法相互融合 其经八脉 悉数开通 若以实力而论 早已不在老掌门和魁天行之下了 这次比武 军宝暴露了学习邪派武功的秘密 老掌门也不能互断 于是让他去三十里外 天都封面必思过